你会和一个丑但是对你很好的男孩子谈恋爱吗 不得不说啊 一般是在容貌上不什么自信的男孩子 在追求你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容貌不占什么优势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条件 那么只能通过对你一点好来给你一点好感 那么女孩子到底该不该和一个丑但是对你很好的男孩子谈恋爱呢 那么我告诉你 你可以跟一个丑但是却很有意思的男孩子谈恋爱 你可以跟一个丑但是却视野比你宽广的男孩子谈恋爱 你可以跟一个丑但是却聪明又自信的男孩子谈恋爱 你可以跟一个丑但是却尊重你的男孩子谈恋爱 但是你绝对不会因为他对你好而跟他谈恋爱 因为这是一个基础项而不是一个加分项 这个跟忠诚诚实孝顺善良是一样的 是谈恋爱的时候必须具备的条件 试问哪一个想跟你谈恋爱的人他不会对你好呢 有很多女生容易在追求是因为一个人对他好而动心 或者是被身边的朋友启哄 你看他对你多好啊你就答应他吧 这个逻辑很奇怪了 难道别的追求你的人他就对你不好了吗 女生都是感性的很容易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后呢 被对方打压 你再也找不到像我对你这么好的人了 让你觉得他对你好是你占了很大的便宜 而女孩子呢又太善良 很容易对对方产生亏欠情绪 但是女孩子们都行行吧 本身恋爱见性互相喜欢就理应对彼此好啊 我有个朋友长相普通 可能在某些女孩子看来呢 还是一个非常油腻的IT男 但他老婆却很爱他 他老婆和我们说 他谈恋爱的时候呢最他人有很多 但是他是唯一一个长久也真心实意对我的 很多人对我好 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 我就是他不仅对我好 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爱花钱也没有存钱的习惯 但是他和我出门的时候 从来没有让我花过一分钱 有的时候我去把单买了 他还会傻的把钱转给我 他和我说 这些本来就是男孩子应该承担的事情 你不用这样 我在追求你 坦白的说我喜欢你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投资的事情 而投资急于求回报 这是非常愚蠢的 他还告诉我男人都很现实的 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只花钱 却又不独立的女孩子 让我一定要学会存钱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人 后来我自己有好的思考了一下 当一个人对你好的时候呢 一定是因为你本身就很好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是值得的 他不仅会对你好 还会教会你很多东西 他会教会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 那么你应该先自己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先学会爱自己 你才会遇到那个对你好的人 而不是那些臭鱼烂虾 最后你再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你会和一个丑丹对你很好的人谈爱吗 你一定要记住 对你好只是一个基础想 女孩子一定要自信起来 你一味着对别人好 不去充实自己 到最后只能落到一个悲剧收场 舔狗舔到最后就是一无所有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谈恋爱一定要真诚 不要总是拿着对你好 去含量一段感情 如果他哪天对你不好 你怎么办呢 你知道有没有更持久 更持续的闪光点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个兄弟 我要是和他打恋爱 我不太想和他谈 眼珠子太大了 激了光浪的 太积疯了 我就记住了他一个字 就臭鱼烂虾 然后说了一大堆 说是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谈恋爱这个事 就是永远可能也说不清楚 十万八千种定义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拎得清 可是围观的人觉得你拎不清 有的时候其实自己和自己都拎不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想深刻的 想把它拎得清的时候 已经走出爱情了 爱情可能就是拎不清 走出爱情走进婚姻 婚姻拎得清 爱情拎不清 两者自由穿梭 那是最高的境界 可能一个智者 活到七十岁 才有这样的境界 我不明白 因为这是孔子说的 孔子认为的是个智者 还得活到七十岁 我现在还差了十好几年了 又不是个智者 我现在都已经要干什么